好,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使用CDN后的HDP请求的处理流程图 那首先呢,原站呢,将它的数据呢,推送到CDN的一个边缘的节点 那这样的话,用户再来访问的时候呢 他呢,首先会经过他的一个local的DNS 然后呢,到local的DNS呢,会找到我们网站授权的DNS 那在网站授权的DNS里面呢,我们会做这个CNEM的一个记录 将它的这个原来的域名呢,CNEM到我们的这个CDN的智能的DNS调度系统 那这个时候呢,用户的localDNS呢,就会找到这个CDN的DNS智能系统 来去做域名解析 然后呢,用户的CDN的这个智能的DNS调度系统呢 会去查看local用户 local用户的这个DNS的一个IP地址 看它的这个IP地址属于哪里的 如果它的IP地址呢,是属于这个北京的 那它呢,就会反馈一个北京的节点 让用户去访问北京的节点 这样的话,就实现了用户的一个就近的访问 接下来,我们拍摄这个视频